所以我們看到最近台北股市 雖然基本面 一個月比一個月 還要來的差勁 但是股價似乎在萬事 有比較顯著系統單的 買盤效果 這一波不只散戶感覺 在中小型股的輪動 程度比較力大 比較強一點之外 外資的系統單 最近也不斷在回補當中 那麼因為距離封關 老實說 時間就剩下四五天了 那這段時間 我們還是可以選擇報股過年 還是說 接下來還是要看待 整個景氣策略的變化 再來調節當前的資金 如果我要報股過年 那我最多可以吃過幾成 對 沒錯 我想最近來講 其實你可以看到 股票市場大概出現反彈的一個走勢 當然最主要是因為大家 第一個直覺 股票領先基本面 對不對 就像去年的時候 你看到去年第一季的時候 很多的股票 就從高點慢慢的跌下來 可是你會發現 那時候的基本面 營收很多的股 公司還在創新高 你比如半導體的部分 你像連電 一堆股票都在創 跌得莫名其妙 到最後慢慢的你才發現 跌了兩成 三成 你才發現 原來營收已經開始 到去年第三季 甚至有的WB真的衰退了 所以股價先領先反應 所謂的基本面好 所以在這樣的下 下低檔的時候 也是相同的一個狀況 只是說假如基本面 它不是長期 中長期的往上 它只是短線上的一個 股價跌升之後的一個反彈 那未來的中長期 假如基本面 它還是持續往下 其實股票破底的機會 還是非常大 所以就跟剛才 音量哥提到的 最後還是要回歸基本面 到底誰先轉好 那如果我們是從財報面 來做觀察 因為很快 其實台北股是在封關時間 美國企業 大部分財報就要出來 從本週五 銀行股的財報就開始開跑了 那這一段時間 我們要怎麼來推估 你想去年第四季 用想也知道可能不會太好 但問題是很多投行 可能已經提前進行 財測的下調了 那開出來之後 哪些財報會有比較顯著 擴存的壓力 哪些財報可能擴存 消過程的速度 正在快速的執行當中 對 沒錯 其實因為美國的一個財報 即將陸續的一個展開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先看台股的部分 再加上今年因為休假12天 是歷史以來最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前十大全資股的部分來講 股東的人數它是減少的 另外一個 其實在四天 最近的這四天 融資四天減了50億 你說多不多 大家都走了 對 大家也不太想玩 不管主力宴也不太想玩 那我們看一下 其實減幅相對常來講 比較大的台積電 因為他要法縮 所以大家多多少少還是會怕 所以先走為妙也是對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就像國泰金等等這些 金融股的部分 國泰金它的減幅相對常來講 也比較 因為大家也擔心 所謂的新融股的一個部分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假如短時間 或者未來還是有疑慮的 其實大家還是應該 先以解碼為主 回到財報季的部分 其實你看一下 預估去年的一個 第四季的一個財報 標普500指數 它的一個YY獲利的部分 會比前一年下滑4.1%的一個水準 是2020年疫情以來的一個新低 這個大概是從正的6% 一直下修 下修 下修到變成負的4.1% 其實這樣下修的角度 也非常的一個抖好奶 重點來了 就過去的經驗 我們應該講 大概最近這30年的經驗 其實公布 實際的公布的數字 一般會比市場預期來得好 大概有六成以上會來到 可是重點來了 萬一不好 那就非常的麻煩 因為你可以看一下 梅西百貨當年股價 為什麼跌了7.68% 其實梅西百貨 你知道它的本益比幾倍嗎 4.5倍 股價還可以當天跌了7.68% 因為它去年第四季的銷售 有可能低於預期 那預估今年上半年的消費支出 也可能持續會承壓 也就是說他跟你講 去年第四季不好 今年上半年 有可能銷售狀況也不好 所以連4.5倍的 本益比的股票 還是他們那樣跌了7.68% Lululemon的部分 當天的股價就前兩天 這兩家同時的 跌了9.3% 因為他跟你講 去年第四季的毛利率出現下滑 其實我跟大家報告 去年第四季的毛利 或今年第一季的毛利 其實呈現持續下滑的概率 相對上來講 都是滿高的 因為去年第四季 大家知道其實在降價 因為感恩節 消貨旺季 聖誕節 所以你又降價 通膨又這麼高 游泳成本高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公佈的時候 其實有可能不如之前 又預期這樣65% 或60%以上的水準 所以假如說 以這樣的一個情況來看的話 你的操作面目前 其實我認為 報股過年你最多兩三成 你不要報太多 因為剛剛提到了 休假的期間太長 好 那操作面來講的話 有兩種 一種就是短線的價差交易 另外一種就是財報季 中長線的一個 中長線你當然就是要看 未來的一個展望的部分 我們先就短線的 價差交易來跟大家講 就是第一個 你要選擇相對位階低的 第二個來講的話 你要有法人買進的個股 尤其是投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最近 一些PA的股票 像全新 文貌 其實說真的 投信最近都在買 可是你看它的基本面 12月的營收 有的還在摔對 但這種的話 因為沒有基本面的支撐 就算籌碼有 我們也是封關前 就給它獲利了結 對 我覺得這種股票 基本上來講 短線假如真的談了一大段的話 其實應該是要獲利了結 不要再跟它泡了 另外一個 就是中長線的部分來講 當然你就要選擇去年營收 年增跟季增 相對上來講 有可能你的獲利的部分 才有機會 並且另外一個 要今年可以持續成長的一個股票 好 來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角度來看到 其實我們大概有這幾檔股票 你看一下 法人的部分來講 投信最近這一個月 買了1萬多張 所以你可以看到中興店 最近的股價其實震盪走高 不管是儲能等等 最近一個月漲35% 你說這種股票 這個地方能不能來 我覺得不要 你這種要等拿回 因為大盤其實 最近這一個月說真的 沒什麼漲 甚至於還跌 可是它已經漲了35% 你要等待拉回 星象的部分 投信買1,497張 股價漲24% 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我個人覺得 你看一下 茂蓮的部分 最近這一個月 外投信買了6,800多張 股價反而還沒漲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以這樣的情況來 你現在買的跟投信的 你成本比投信還來得低 所以我覺得這種 相對上來講會是比較好 那就為什麼 因為去年營收來講的話 其實它是年增8成 創下新高的一個水準 當然不能只看去年的一個營收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報告一下 法人的一個評估的部分 今年的動能來講 車用跟工業相對上來講 其實是市場認為 今年有機會比去年同期成長了 平等的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最近這三家的一個平等 你看一下 其實重要的就是EPS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 這個是去年的EPS預估 這個是新年 這個是明年的預估 其實可以看到 EPS都是往上來增長 那目標價的部分 其實離現在 相對上來講 也都還滿高的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個地方 有些股票是值得你做 中長線的一個留意的 OK 這很簡單 這個就跟搶銀行一樣 搶到錢你要趕快跑 沒搶到要跑更快 封關剩下四天了 對不對 按照這種邏輯 感覺接下來的行情 大家要稍微謹慎思考一下